好,大家好 这一讲继续给大家讲解系统设计 等一下我稍微调整一下我的电脑 好,上节和大家讲到了 工厂模式,简单的三层模式和单类模式 今天咱们着重以单类模式来讲解一下系统搭建的过程 好,首先带着大家使用一个生存器 动软代码生存器 好,打开这个代码生存器之后 这个地方有一个服务器 咱们可以添加一个服务器 选择数据库,Segel Server 然后选择填写咱们的服务器的名称 如果是本地的话,可以写 127.0.0.1,也可以写老口号式的 和Segel Server的用法是一样的 然后服务器类型 这里有两种 Segel Server 2000,Segel Server 2005 如果说你使用的数据库是2005 或者是2008的话 都可以选择2005 然后身份验证,Segel Server 身份验证,输入你的密码 好,测试 好,找到咱们要使用的数据库 这是咱们之前创建的数据库 确定 好,可以看到左侧已经有了咱们的 这一个服务器 而且下面把咱们的数据库显示了出来 好,咱们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有机 可以看到有新建 内的项目 点击一下 咱们可以看到单类结构 简单三层结构 工厂模式结构 如果说大家想使用简单三层结构 或者是工厂模式来创建系统的话 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它会自动给咱们创建系统的项目 好,咱们要讲的是单类结构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它变灰了 也就是说它没有必要去使用它去创建 咱们完全可以自己来创建 好 再看一下其他的过程 比如说生存存过程 生存数据标本 咱们来打字的看一下 生存存过程 可以看到 这种生存的 达到最大RD 来判断 是不是已经存在 然后增加一条记录 修改一条记录 这些存存过程 都已经给大家自动的生存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拿过去直接用 这是用存存过程 然后生存数据胶本 生存数据胶本就是说 咱们可以把这些表都拖进来 然后他会把这个胶本给大家生存 当然 咱们之前是用PowerDesigner创建的数据库 所以说这个胶本 咱们可以直接用PowerDesigner生存 所以说 这地方咱们也没必要关注 好 咱们来看一下 下面的代码批量生存 代码批量生存 这个地方可以选择所有的表 然后命名空间 然后指文件架的名称 数据访问类名 然后还有咱们表有前缀 这个时候它会帮助咱们去掉表的前缀 比如说咱们的前缀是XK下滑线 这个时候你先上它 它在生存的时候 会把会自动把这个表的前缀去掉 然后以后面这一个名字 比如说AdminRow AdminUser 来创建类 这样很方便 然后下面选择架构 单类结构简单删成 工厂模式删成 然后咱们选择单类结构 然后保存位置 填上 当然 你使用简单删成 使用工厂模式删成都可以 然后这个DL 这个地方可以选择使用 SQL的 SQL预计的方式 使用参数的方式 然后使用存出过程的方式 也可以看到 后面它 后面已经给了提示了 好 为了 咱们在开发过程中方便 既能够看到咱们的 社会预遇 又能保证数据的安全和高效 咱们使用的 使用参数的方式 当然 这个地方咱一会儿再生成 首先 咱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个表上右击一下 看它有什么功能 又生成SQL语句 这些功能在咱们的 SQL Server 上面已经有了 这个地方 咱们不理会它 也可以浏览表的数据 生成数据照片 这个功能是和 刚才那个是一样的 下面生存存过程 这个也有 然后可以导出文件 把咱们的 寻存过程 或者是数据脚本 有数据 可以批量的 导出到一个文件中序 然后是代码生存器 这个代码生存器 和咱刚才看到的 批量的代码生存 到底是一样的 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是 只是 生存一个类 这个地方 类名 可以写 然后 项目的名称 顶级的命名空间 二级的命名空间 然后组件是什么 通常他们组件都是RD 然后下面可以生存哪些方法 还有 这是判断是不是存在了 添加 更新 删除 等等 这些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生存的代码 这是它帮助咱们生存的 可以看到 它已经把咱们的这一个 呃 这样刚才写的这一个 啊 类名 啊 然后 下面 这是model 也就是说 实体 然后下面是成员方法 把这些方法都给大家写了出来 然后下面是 这个方法里面是以参数的形式 啊 给大家啊 执行那个 啊 数据库操作 然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使用这个 这个 随后语句的方式 可以看到啊 这个地方就是随后语句 啊 然后 存的过程 使用存的过程的话 这地方它就会去啊 调用存的过程啊 然后这个存的过程啊 可以用它本身带的这一个 生存存过程的方法啊 可以得到这些存存过程 所以说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好 下面咱们来看啊 别人类似类的结构啊 首先啊 咱们先把咱们的啊 这个 系统的解决方案啊 还有这个项目啊 给大家创建出来 好 下面打开咱们的 为s2005 好 新建项目 咱们要新创建一个啊 空白的解决方案 写一个名字 咱们的名字就叫 sk dk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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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要存放的位置 好 确定 好 咱们的解决方案已经成功了 成功了 然后咱们往里面添加咱们要使用的项目 首先咱们要添加一个web验证程序 也就是说咱们的表现成 新建项目 当然 有很多人喜欢用新建网站 都可以 推荐大家使用新建项目中的 这一个 ASP.NET web应用程序 好 先给大家取一个名字 叫做什么呢 叫做 XKZR.web吧 这个也就是说 XKZR就是顶级的命名空间 然后web就是第二级的命名空间 好 确定 好 这样咱们的web项目已经创建出来了 已经创建出来了 好 然后咱们再创建咱们的business层 也就是咱们的业务层 这个它就是一个内裤了 一个内裤 这个内裤 然后 XKZR.business 然后带机确定 好 这个时候已经称称了 然后创建出掉 好 这样的话咱们就把咱们的这一个项目创建出来了 然后 然后咱们来给咱们这个业务层添加咱们的这些相关的类 昨天给大家讲过了 咱们的背着内製成 背着内製成 就是把实体内 把数据库访问 把业务逻辑全部都合并到一块了 好 咱们就使用咱们的生成工具 给大家批量的去生成咱们的所有的类 然后命名空间 指文件加名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2G的命名空间 也就是咱们这个地方是XKZR是顶级Business是2G 咱们可以长写Business 然后指文件加名Business 数据库访问类 是DBHERP 这个一会儿咱们再往里放一个东西 以后给大家讲到 然后表明直接变为类名后 取掉表明前缀 把咱们的表明前缀取掉 下滑线 然后这个地方咱们要使用的哪一种方式 一个是刚才给大家讲到了三种方式 咱们选这个使用它的参数 去参数的方式 好咱们把咱们要生成的这一个类 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去 好 放到这里面 先临时的存在这里面 然后再去找到它 好 这地方已经创建出来了 它默认的是创建了一个文件夹 一个文件夹叫做class 然后咱们可以看到 已经创建出来 每一张表都有一个相应的类 好 咱们先打开看一下 看一下 然后 命名空间 还是kia.business 然后类名 没错 是咱们想要的这个效果 好 咱们把它们全都复制到咱们的项目里面来 好 它就 散掉就可以了 好 咱们从这里面打开看一下咱们的这个 要层 然后 这个地方是model 然后它是 也就是说是 这个实体类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比如说它的字段 它的属性 都给大家列了出来 然后命名规则 这段 它一般情况下 前面加一个前缀 就是一个下滑线 或者说加一个m下滑线 都可以 一般都是小写的 然后属性 都是进行匈牙利的命名方式 然后 就是手中大写 然后后面的 每一个单词的手中也要大写 好 然后看下面的成员方法 这一个成员方法 这一个是 一个 构则函数 一个构则函数 咱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默认的构则函数 没有参数的构则函数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带参数的构则函数 给它给它传进来的一个它的标识 就是RD 传进来 然后可以默认的把整想要得到的这个尸体给大家得到 上一个 好 然后接着往下看 下面有得到最大的RD 这个方法对于咱们来说是没有必要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咱们在数据库里面定义了它是自征的 所以说咱们没有必要理会它最大的RD是什么 所以咱们把它可以干掉 然后判断记录是不是存在 就是咱们传进去一个RD 判断当前它有没有这一个实体 然后增加数据 添加数据 然后去 执行这个 随后预计之后 就把咱们的数据插入了进去 然后如果 如果这个地方dbHalf.getSingle 为什么要用这个呢 因为这个后面有那么一句话叫select initted 也就是说 把数据插入到数据库里面之后 马上读到 咱们刚刚插入的这条数据的RD号 因为这个RD它是自征的 所以说在插入之前 咱们是不知道它的RD是什么的 只有插入之后 咱们才能够去得到它 然后 这个地方 有一个getSingle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怎么实现呢 一会再给大家讲 从这个单词 这个词组的意义上可以看到 咱们是要得到 第一个字段 第一行的第一个字段 也就是说是它 同样 如果说温度也就是说没有插入成功 没有插入成功 这个时候咱们就返回一 这个是不对的 应该是返回一个零 没有插入成功的话 就返回零 如果说是之前一直没有数据 咱差不多进去一条 它的RD可能是一 这样的话 咱们就不知道它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返回的是一个零 好 然后如果不运路 也就是说已经插入成功了 这时候就会返回 comment.toint obj 好 这个地方 是就是说使用comment这一种方式 去把一个object转换成int 大家在想那么一个问题 为什么咱们不使用强制转换呢 使用这种方式 为什么不使用这种方式呢 很明显咱们再把一个object转换成一个具体的一个类型式 比如说转换成string 或者是转换成一个datetime 这种方式啊 都可以啊 但是说这个地方为什么不采用它呢 这样大家可以从网上查一下资料 因为这 这一个是经常会在面试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好 遇到这个问题 好 至于为什么啊 大家自己找一下原因 啊 如果说你没有找到啊 你可以再和我联系啊 或者是从北方网的论坛上啊 给大家再提出来 然后我给大家解释 好 先来是解释 就是啊 是更新一条数据啊 然后 删除数据 得到一个实体啊 给你咱们传言的rd 得到一个实体啊 这就是 获取数据列表啊 咱们就是把这一个列表啊 读出来 然后返回一个dataset 好 这就是一个啊 用咱们的代码生成器啊 来生成的啊 这一个 背内里面的类 好 现在大家已经看完了这个所有的啊 这段还有所有的方法 好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 总结一下 枝段和属性啊 就是上面的它实体的内容啊 就是说咱们啊 把这个实体 把这个数据库访问 把这个 业务逻辑啊 都放在了这一个类里面啊 上面的字段和属性啊 应该就是实体里面的内容 然后下边是成员方法 好 咱们可以看到 现在它给列出来的这个里面啊 都是成员方法 都是成员方法 但是说这样做啊 好不好 有没有必要啊 比如说咱们在添加一套数据的时候啊 咱们 嗯 就可以先创建一个实体 然后 这个实体.add 啊 就可以添加一套数据了 但是说对于 啊这个 呃 删除 咱有没有必要再去创建一个实体呢 没有必要 咱只需要传给它一个ID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咱就可以 不把它作为一个成员方法 而作为一个什么呢 作为一个静态的方法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把它分开 好 当然判断这个记录是不是存在 也应该是作为静态的方法 好 这样就分成了三个部分 一是 就是 收体 啊也是model 啊 二是成员方法 啊 三是静态方法 好 咱们下面 啊 再看一下上面这个 啊 U 对啊 这地方有一个 啊 Matic Soft DB Utility 啊 这个东西啊 咱们看一下啊 它是不存在的啊 它是不存在的 这样的话咱们就 不能使用啊 肯定会编译不通过啊 编译的时候肯定会输受 就是 看一下 i 缺少引用 啊 这样的话 咱们就要 需要咱们自己去创建 这样一个项目 好 咱们先创建一个项目 好 咱们不用它的一个命名空间 咱们用咱自己的命名空间 这个名字叫 x x pzr l db db aza 咱们自己创建一个 咱们的 好 然后 咱们去批量的 去替换一下 什么呢 x pz 全部替换 好 大家会问咱们这一个 里面 这个项目里面 要放的是什么东西呢 要放指的是 对数据库进行 操作的 一个 技术类 可以看到咱们 在 执行 执行这个 sicle语句的时候 是用了一个dbherp.get 什么东西 这个dbherp从哪来的 可以看到找不到 这个是什么来的 其实 这个 这一个类 就是来自于咱们这一个项目里面 好 这个东西是很 啊 从网上可以找到啊 很多啊 这个dbherp.get 这个 我已经给大家 上级课一定给大家 在这个项目里面有了啊 咱们可以直接拷过来用 把这三个类 拷过去 好 咱们下面来看一下 这一个里面 这三个类 分别是做什么用的 首先看 pub content 啊 这个里面啊 只有 一个 属性啊 就是数据库的链接地址 啊 他就 从 啊 configmanager. 啊 client 实际 db client 啊 咱们去得到咱们的数据库链接 啊 大家可以看到 咱们在 编译的时候 是通不过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没有引用 啊 相关的应用啊 应该是 csystem. 啊 啊 再找一下 csystem. 第二 configuration 啊 点确定 好 咱们再来看 哎 他已经变成了这个 潜蓝色的了 上面 已经成功 好 这个里面啊 定义的 只有什么东西呢 只有咱们的数据库 连接啊 而db connection string 啊 他是从哪来的 咱们的 webconfig里边啊 配置得到的 好 好 东西 好 我来给大家看 好 这样咱们可以看到了 啊 啊 这里面有一个叫dbconnection string的 啊 一个数据库连接啊 连接的是本地啊 然后 名字是xkarticle这个表 啊 然后后面是 用户名是sa 密码是123啊 给您自己的情况 点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呃 连接语句去 连接上咱们的数据库 好 咱们继续往下看 看到 这一个db Hirpcycle 好 看到第一句话 就是啊 connection string啊 也就是把 通啊 通过咱们这个pub contain的啊 把咱们的 数据库连接啊 得到了 啊 就是这里 好 然后 下面是 常用的数据库操作的方法 啊 第一个是判断列 是不是存在 啊 这个方法 啊 然后得到最大的ID 啊 然后 列 啊 它的这个字段的名字是什么 啊 这个表的名字是什么 然后 然后判断 它 是不是存在 啊 首先就是说 用这个dbHirp.getSingle 啊 啊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getSingle 是怎么定义的 好 getSingle 啊 创建一条 随后语句进来 啊 它的里面其实很简单 先执行咱们的 啊 数据库连接 啊 创建一个链接啊 就困难和声 啊 然后 是 创建了一个 随后 command 还有一个命令 然后把随后语句传进去 把链接传进去 然后开始打开链接 然后执行这个 啊 single 啊 这个就说 是咱们的 啊 就是啊 操作的过程中 就是读取 第一行 第一列 啊 这么一个方法 啊 相信大家对这个 comment 已经很熟悉了 啊 这地方 不给大家再多解释了 啊 然后 要给大家解释的是 这个地方 Uring 为什么要用 这种方式 然后Uring 然后括号 啊 然后是一个大括号 里面 然后进行操作 啊 这种方式呢 就是说 啊 啊 Uring后面是一个 啊 comment 或者是咱们后面是一个 啊 啊 啊 也就是弄那个 啊 啊 如果说 这个里面的这个代码块 啊 在执行的过程中 发生了异常 发生了异常 这个时候 啊 他 通过这个Uring啊 这个 这种方式啊 他就会自动的去关闭这个 comment 啊 如果说 如果你不用这个 这种方式的话 啊 有可能你会忘掉 啊 忘记关掉这个 comment 啊 这个时候 啊 你使用这种方式 他就会 啊 在你用完之后 他自动帮你关掉啊 同样 外面的connection 啊 connection 也是一样道理 如果说 你在这个操作 数据库过程中 下边的 这一块 如果说操作 发生了异常 啊 而 咱们没有处理 它的关闭操作 这时候 他会自动帮你去处理 自动帮你去 把整个 数据库啊 这个连接 关掉 同样 啊 可以看一下 其他的 一些方法啊 啊 读取啊 actreader 啊 这个其实就是 是咱们的这个 啊 这个 secret comment 啊 他的 这个actreader 好 那我们来看他的参数 那就说咱们在 啊 执行完这个 读取操作之后啊 他就会自动的去帮他们 关闭这个 啊 链接 啊 然后下面有 query啊 啊 然后 啊 这个query是用于 啊 返回一个dataset的啊 它的 它里面使用的是 啊 啊 啊 叫做 适配器啊 咱们的数据 适配器啊 它是 啊 可以把咱们要读到的内容啊 填充到咱们的dataset 它里面啊 咱们 就去 关注咱们的dataset 就可以了 啊 这是.net独创的一个 技术吧 好 其他的一些 啊 内容啊 比如说 啊 使用存在过程的啊 咱们再看一下 使用存在过程的 存在过程啊 啊 这种地方 啊 咱们可以 啊 很 应该很熟悉啊 只是说 咱们在这个方法里面 把它们都给 聚好到一块啊 就是那个 封章到一块啊 然后 怎么连接的 啊 怎么去执行的 咱们没必要去理会 咱们直接调用咱们 啊 適合咱们使用的一个方法啊 就可以了 可以 好 咱们再看 咱们再看 执行带参数的是一个语句 啊 执行带参数的语句 啊 咱们传进来 一条是一个语句 啊 然后再传进来一个 参数的数组 啊 参数数组 然后 然后 这有一个 prepare啊 啊 这个comment 咱们先 转过去看一下 它是干什么用的 啊 pre啊 很明显啊 就是 从这个字面上啊 pre啊 咱们可以知道啊 它是什么呢 它是预先的啊 在做什么什么操作之前 要执行的一个操作啊 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 啊 在执行咱们的c后语之前 啊 咱们 要去处理这个命令啊 处理什么的命令呢 啊 往下看 然后 cmd.comment test 啊 就是 在负上值 然后 判断 它传进来的这一个 参数 是不是为空啊 后面这有一个 啊 参数的数组啊 判断它是不是空的 如果不是空的话 咱们就去循环的去 给这一个 comment 添加 啊 这个参数 啊 cmd. 啊 参数.ri 的啊 然后把你们参数添进去 这就是这一种方式 好 具体的内容啊 大家可以 仔细的再 了解一下 仔细的了解一下 好 咱们 开始把 啊 继续看咱们的这个 billiness 啊 刚才给大家把这个 分成了三块 分成三块 一个是尸体啊 一个成量方法 一个是静态的方法 同样道理 大家可以 啊 按照我说的这个思路 把咱们的这一个 也这样去分开 啊 得到最大rd 啊 通常咱们 没有用 可以把它删掉 好 看到用户是不是存在 这一个呢 它也是作为一个静态的方法 把它放在下面 然后分别给它加上 然后再加上 好 这样很清晰的啊 很清晰的 咱们就分成了三大块 三大块 好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这一个billiness 怎么去处理啊 怎么去处理咱们的这个业务的 打开一面 啊 咱们来调理一下咱们的这个billiness 首先加入一个引用 首先加入一个引用 咱们这个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添加这个项目的引用 右击添加 项目 同样这个地方咱们也要添加 对这个数据库操作的这个 这个项目的引用 好 我们去又任用一下 好 咱们先下面来用它 啊 来做一个操作的实例 admn raw e 等一个 new 好 咱们先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得到所有的这个 admnraw的列表 那就是啊 啊 怎么去添加一个新的raw 啊 那就是r o r o e 点儿 啊 啊 然后getman的属性 分别加上 值 稍微空 d 啊 rd 才是值得呢 咱们没必要加 不去理会它 好 name等于 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dl setting 等于 稍微空就可以了 好 没有其他的了 好 这个时候 咱们就可以去添加了 那就是r o r e 点儿 还增加了数据 好 咱们来看一下 啊 有错误 怕是要求对象引用 啊 这个地方还给大家啊 露下了一个啊 露下一个东西啊 因为它是咱们要得到一个静态的 实体啊 得到一个静态的实体 所以说这个地方咱们要 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是咱们的这一个实体 把咱们 user 然后 这个地方 应该是 创建一个 bgm user 好 然后 然后 是 user 点儿 rd 等于 user 点儿 内容等于 user 点儿 pass 等于 user 点儿 rd 等于 应该是这样的 同样道理啊 这个也是会成为这种情况的 找到咱们的get mod 啊 它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是 就是 man ro 然后 就是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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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返回之 啊 没有返回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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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成功了 OK 没有错 没有问题 咱们打开咱们的数据库 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添加成功了 OK 没有错 没有问题 咱们打开咱们的数据库 是不是已经添加成功了 OK 好 已经得到了这 好 咱们下面再看一下 更新的操作 更新的操作 啊 现在可以看到它的ID是1 啊 咱们 去 执行一下 啊 利用它的这个 购置函数 另外一个啊 它的ID是1 好 这样就咱们就得到这一个 呃 这一条啊 得到这一条记录了 好 咱们去修改它的内容 啊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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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再来做一下测试 然后这地方就不是add 了 就是.r of d 啊 这样去更新 好 ok 啊 没有 任何问题 把它关掉 重新打开 啊 没有 成功啊 啊 它为什么会更新失败呢 咱们来下一个断点来看一下 哈 咱们打开咱们的一个 啊 业务场的代码 咱们把鼠标放在什么围场呢 背到 这个地方啊 看一下 它能不能够得到这一个实体啊 运行 好 然后按F10 啊 F10 啊 然后或者说是 啊 使用 足过程去调用啊 啊 去调试 好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ID是1 那就说咱们已经得到这一个实体了啊 已经从数据库里面把这个数据得到 啊 然后 继续往下执行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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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它的肉 哎 它的RD是0 RD是0 也就是说 本来是应该得 已经获取到了 它的这个实体 但是说这个地方的RD 啊 刚才咱们看到 啊 在这个内部啊 在这个方向内部 它RD已经变成了 1了啊 而这个地方又变成了 0了 为什么呢 好 咱们来分析一下咱们的代码啊 这也可以看 啊 这地方传进了一个参数 应的啊 它参数是RD 好 由于它是一个成员的方法 成员的方法 也就是说它 因为它是构造函数嘛 所以说 它是一个成员的方法 啊 然后它把RD传进来 然后根据这个RD 啊 咱们去读数据库 读完之后 啊 然后把RD 附上了一个咱们得到的这个值 哎 这地方这个RD 是 参数啊 大家可以看这个注释 啊 它是一个参数RD 也就是说 它不是咱们的属性里面的RD 不是这个RD 不是这个RD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啊 也说实际上 它的值 仍然是 零 仍然是零 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处理 啊 可以这样 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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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咱们的属性了啊 而不是这个RD了 所以呢 咱们在给这个参数命名的时候 最好啊 最好 和咱们的这个属性啊 去区分一下啊 这样看来 这个动软生存的代码啊 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存在一定的问题 啊 比如说咱们把这个地方 改成一个什么呢 改成一个小写的RD 那这个地方咱们就不用认识点了啊 直接大写的RD 那可以看到 这个RD 就是咱们这一个类的属性了 啊 而这个地方用的是 传接那个参数啊 就是参数RD 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出错了 咱们执行一下 OK 炒作成功 炒作成功 同样道理 咱们也可以 也可以使用咱们其他的方法了 比如说咱们要 得到一个什么呢 得到一个列表啊 咱们给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实例 拖放进来一个什么呢 Breadway Breadway 好 咱们去得到 咱们去得到 把他的 列表啊 叫 loader get list 啊 后边有一个 后边是一个str wire啊 这一个参数啊 就是说 咱们wire指句 要这么写啊 这里话 留空就可以了 啊 要得到所有的 帮他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呢 返回的是一个 data set 等于 好 然后 glue will data s 将一个 d s glue will data s 好 运行一下 看下效果 ok 已经把咱们的数据给读出来了 好 咱们再添加 再添加 啊 一条新的记录 添加两条吧 啊 好 一 二 好 刷新看一下 ok 没有问题 是不是很简单 啊 就是这样简单 咱们使用这种开发模式 而且有了 动软代码生存器啊 这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简单 啊 然后 咱们下一步 就是要 啊 去使用 咱们去创建好的这个 结构 去 啊 开发咱们的这一套系统 好 大家先把 啊 咱们的 这个 biziness 里边 这个 方 这个 里边的方法啊 按照我给大家提供的 这一种思路 啊 去把它整理一下 啊 大家可以参照在我这里 这一个的 的 的门入啊 去把这个 其他的 类啊 去统一的整理一下 啊 需要注意的是 啊 一 啊 常用的啊 这个 成员方法 只有 两个啊 一个是 add 一个是 update 当然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 一个 构则函数 啊 构则函数 带有一个参数的构则函数 这个 如果说你用啊 你就可以保留 不用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 其他的 都作为静态的方法 啊 从前面加一个 啊 这个地方我 没有加 啊 加上一个 getletic啊 把它变成一个静态的一个 啊 方法 然后 下面这个 得到一个对象实体啊 首先 咱们在这个方法内部 要 声明 这样一个 啊 实体啊 然后 再对它进行复制 最后 返回 好 这 这个咱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给大家 留下的作业啊 就是说 把所有的 bigness里面的 类 去按照我给大家 定义的 这个 结构 去处理一下 好 我再写一下 按照 啊 那 格式刷 好像不对啊 这个符号 咦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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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个符号了 啊 像这样吧 好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啊 这样几点 首先 第一点 第一点 是 有一个 参数的 这个 给我找函数 把 参数 ID 改为 消写 记 ID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啊 把这个 ID改为消写 而在这个地方啊 仍然保留 大写 啊 保留大写 啊 因为这个地方使用的是 这一个类的属性啊 而 这个地方咱们使用的是 这个 参数 ID 这两个啊 由于代码 把生存记的问题啊 生存的是 都是大写的 ID 所以说 啊 就会引起 一个错误 这算是一个bug吧 那大家手动改过来 好 第二个堆啊 就是 把 咱们这一个 get mode 啊 这个方法 可以看一下 啊 处理一下这个 get mode 的方法 好 这样我给大家 啊 写一下注释 这是 咱们有处理的地方 这里 加一个 啊 尸体 好 然后 这个地方 返回 这个尸体 然后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大家要 啊 原来是一个 wood 啊 类型的 看一下 article get mode 方法 get mode 方法 方法啊 它反而是一个wood 啊 这地方咱们改成 咱们的这个类 啊 咱们的这个类型啊 admiral啊 如果是这个里面的话 就改成article 这是需要注意的三个地方 这是需要注意的三个地方